大家好,我是名傳大學葉正勝老師 那剛剛我錄了一段影片叫 教研究生學OpenCV Compile網路上來路不明的程式碼 那是Part1 那Part1的目標跟結論 目標是要 他希望Build OpenCV 3.1 在VGOSD 2012裡頭 然後我們當然是瞭解程式碼出處 然後試的編譯 剪貼編譯 那這個需求我們試了之後發現 第一個版本是要挑選正確的OpenCV版本 不幸的事情是 因為我們找到程式碼來例是2014年以前 但用的是2.4.xx 比如說2.4.11 或2.4.10 2.4.9 2.4.8 等等的版本 可是因為 接下來的人 希望說是OpenCV 3.0 那我說啊 那你要改很多地方 那他的需求差別他來 因為 貪小便宜的意思是說 一般OpenCV 3.0的目的 希望一切變得簡單 所以他在屬性裡頭的 輸入Link 只要加一個 這是他的優點 他全部加一個Word就可以加進去 全世界加進去 那為什麼可以這樣做呢 是因為他在OpenCV的版本裡頭 他把所有東西都在裡面去 那這個Word的Libre 他會再對應很多 對應的DL檔案 他希望一次可以解決掉所有問題 所以在bin裡頭 他就有一個全世界 一個最大的Word 40幾MB最大的一個 Link的 Binary跟DL DL檔案 那以前的方法呢 就比較辛苦了 以前有多辛苦呢 OpenCV 2.4.11系列 他就是小巧輕巧 他要加這麼多個設定 如果看不清楚 他其實要加三大設定 123 就Image Processing 一個影像處理類 使用者界面類 跟Core核心類 要 最簡單的程式碼 就要加這三個 甚至還有更多 那所以很多人 看了就說 那太好了 那我一定用3.0 我不用2.4 不信的事情是 3.0架構就跟2.多不一樣 所以程式碼要改 你要改程式碼 還是要改Link 我當然是建議 改Link就好了 因為改一次 程式碼都知道 網路上找到都是 2.4 或2.3 或2.2的程式 沒有2.2啦 2.3 2.4 或2.1的程式碼 那 如果要成功3.0 當然可以啊 我是葉真盛老師 當然是可以解決的 所以第二 如果堅持 如果堅持一定要OpenCV3.0 那就要改程式碼啦 因為這程式碼是2.4.多系列的 現在問題出在哪裡呢 現在出現的紅色線 是出現Trackbar CreateTrackbar出錯 這是誰呢 CreateTrackbar它本身 它出現一個底線 其實全部都錯 它只把第一個修出來 怕修太多嚇死你 其實這些全部都錯 每一個都錯了 每一個都錯了 所以Trackbar是 HighGUI的版本 就是高級使用者界面 有出錯 當然還有其他錯誤啦 比如說開一個視窗 Name的Windows 也出錯了 所以 那當然還有更前面也出錯啦 比如說它的 前面的寫法 是舊式的寫法 還有一個 Arrow 叫做Stream 之類的問題 所以 簡單的說 它有三行出錯 是因為版本就不合嘛 那不好解決這個問題 那我們要解決 一個非常明確 就是在OpenCP裡頭 這裡頭寫一個 這個是那個HPP 不過重點是你的程式碼裡頭 你的 Name之間出錯 還有這個Stream出錯 因為它不論是現在這個Stream Stream這個我等一下再解決 我先解決比較簡單的 Create 這個的問題 Name的Windows 的這個紅線 3.0 你Link include就出錯了嘛 所以要成功include 我們就要在這裡頭 在include的一下 include的什麼 OpenCP 2.02裡頭的誰呢 它的高級使用者界面 裡頭的Hi HPP 要記得鏈接它 假設我們鏈接它 我們試試看結果 試試看嘛 不一定對 我們試試看 試試看鏈接的結果呢 很多warning 不過我們先看是不是能夠成功 好我們看最後面出現的問題 往下滾一下 最後面遇到問題是 一個成功一個失敗 那我們看失敗的現在還剩下誰 好把程式碼放群螢幕 檢查一下 我們剛做的是想辦法把使用者界面的東西 其實出錯程中解決掉 我們現在看剛那個name的window有沒有出錯 沒有錯了 恭喜你 三個問題解掉一個 第二問題 沒有錯了 恭喜你 三個問題解掉第二個 所以我們要加什麼程式嘛 因為3.0跟2.0就不一樣 所以你必須跟他講 我要3.0的Hi-GUI 高低使用者界面 可是下一問題又出現了 Stream 拜託 誰認識Stream Stream是什麼呢 C++也沒有這個Stream 所以當然會出錯 所以你現在 吹罵內當然會出問題 那我們再看看 剛剛的name的window 這個StreamName可不可以用 也就是他 name的window 當初是怎麼設定的 選擇看他的 當初的宣告 他怎麼宣告的 void 會出是什麼呢 他 會入的是ContentStream 注意這個是大寫的啊 剛剛那是小寫的啊 小寫當然不一樣嘛 小寫大寫當然不一樣 那我們就把小寫改大寫 不是就解決了嗎 因為來路不明嘛 所以一個錯就全部都錯 只要一個錯 他大家一起錯 也不是錯啦 就是 OpenCV 2.0有特別接受 可是3.0又乾淨清爽 自然就不一樣了嘛 我們試試看下新的結果 啊你說會出現一堆warning 我說我也沒辦法啊 因為新舊版本不一樣 當然 他希望你用 各種新的功能嘛 那不過 我的任務就只要把它 併譯出來就好 看到沒有 全部成功 所以HELP01 跟HELP02 都建置出來了 可不可以執行 當然是不能執行啊 所以以後你可以選擇這個重建 或是你的建置啊 重建是全部都重建rebuild的嘛 建置的狀況也沒關係 只建置狀況 總之 修改3.0的一方 就可以成功了 結論 1 你必須 3.0要特別要加這行 因為城市版2.4 系列 可以不用加他 2.4.3.4系列的 不用加他 可是抱歉 3.0系列 要加這行 這樣解決了 你的這個 錯誤 紅線就解決了 你的這個 同設錯誤 就解決了 可是第2問題 很尷尬 這個stream當初寫小寫 為什麼可以小寫 那就是以前的錯嘛 可是呢 如果我們去找一下 Name的Window按右鍵 選擇他的宣告 Declare的地方 去找他 他跟你講 這個地方 參數第一應該是大寫的 西加加的大寫 OpenCP的大寫 OpenCP大寫 他有設定好 OpenCP的stream大寫 可是以前寫小寫怎麼辦 要把小寫改大寫就好了嘛 所以最後的結論 就是要 OpenCP2 有一個 HighGUI 裡頭有個 HighGUI HPP 這檔要include進去 之前 1.0的時候 他自動include到2.0 可是 3.0的時候 就沒那麼自動了 如果沒那麼自動 那就必須要 人工 在最前面的地方 加一下 Include HighGUI HPP 的這檔 CPP HPP C++系列 2.0的地方 這第1個 第2個要改的是 Stream 我們要從OpenCP2.4.xx 11 10 98 這些大的號碼 他有OpenCP的 帽號帽號 Stream 後來改大寫的碼 按住改大寫 如果你堅持要用 我們也是可以堅持出來 以上就是 我們一邊解釋 一邊試的回答大家問題 好的一個狀況 謝謝大家